好了,今次我们的题目就是 跟李博士讲一下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自闭 过度活跃症或知悠的儿童 如何透过皮闻分析的方法 可以帮助到他们 是啊,其实我们刚才也有两个讲过 大概每一个人的大脑神经元 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本 当他有不同的排列模式和分布的状况 就会决定一个人学习的音乐细节 音乐最重要的是我们左脑的念页区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音准能力 和弹奏乐器的时候 手脚协调来自顶页区的左右脑分辨 控制我们的大小肌肉的能力 甚至乎音乐符号 符号学来自后颜页区左脑的位置 即是说这些脑区加加埋埋都理想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学习音乐的优势的先天部分 就会比较容易出现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几个优势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他可能值得花点时间 在不同种类的乐器或者表演的活动里面 可能要放多些时间 去令他建立到更大的自信心 但是同一个道理 当我们的脑神经元分布得不平稳的时候 有些地方多了 很自然相对其他脑区就会少了 即是说如果我们定了一个大佬 一个人有这么多亿的神经元的时候 当一度多了另一度自然就分薄了 即是说有音乐天分 很多时候就会伴随着 有些能力会不会那么好 当然没有必然的 视乎你分了哪里的细胞出来 所以有些小朋友 譬如他们的专注力不好 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些特性 譬如他们坐不定专注不了 其实他们的老细胞的数目 很多时候是特别高的 当他高过大部分的人的时候 其实他适应不了环境的学校 重复生活 举例一般人大部分的小朋友 学一件事是做三次 我们教的人 一般我们都会教三次 因为我们希望大部分人都能够掌握 但是那些学一次就搞定 那些小朋友会怎样呢 他就会觉得环境很闷 不断在重复重复 所以那些学校的兴趣就会差一点 又或者那些小朋友就会 当听第二次的时候 就搞一下人 聊聊天 搞乱了课室的秩序 就会被人觉得他专注力 是不是有问题呢 当然有一些就是 其实他的老细胞在前额业区很多 所以他专注的效果 好像人类有很长的触数 会敏感 他对于外界的刺激很敏感的时候 专注的时间就会短些 即是说不同种类的原因 就会产生了 那个小朋友有不同的需要 但是呢 我们看起来 都是一些专注力不足的一些现象 就是说 其实如果一句就说 我小朋友不专注 那其实呢 就不是很能够有效地描述到 究竟你的小朋友 怎麽为之不专注 哦 是的 有些武断 现在又觉得 是的 因为其实 就算好像头痛也好 你看医生 医生都会尝试去找一下 为什麽你会头痛 是的 所以小朋友坐不定 我们做家长也好 或者是做老师也好 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去想 就是为什麽他坐不定 而不是呢 直接去说 坐不定 吃这粒痒 如果医生这样的话 其实都不好 吃这粒头痛痒 这样 那便是解决不了 那个根本的问题 所以疲民分析 就是一个很客观的 一个了解的状况 掌握了 我们就知道用什麽方法 去帮他处理 他面对的问题 所以其实 不论是学习之优的 一些小朋友 甚至乎 他是有过动症 可能学习的遲緩 又或者 可能是牵涉到 一些自闭的现象也好 我们先不要急于去找方法 我们定了他是这个问题 然后呢 就尝试用同一种方法去处理 所有有同样 现象的一些小朋友 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应该 找到他个别的需要 然后呢 就着他的需要 配合那个环境 从而去发挥他的天赋 这个呢 才是一个最理想的教学环境 李博士 你都说得很对 我都觉得 真的很有道理 其实呢 又可以透过 怎样的方法去看这个疲民 是的 那其实呢 疲民分析已经有这么多年的历史 其实 在15年前 我们正式 就第一个引入了香港一套系统 那这套系统很简单的 我们就着刚才提过 疲民后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 的理解就是 细胞一路分布 留下的一些痕迹 在手指纹里面 而这些痕迹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系统 去把它采集出来的 那印出了指纹之后呢 我们就会计算一下 究竟每一只手指 对应大脑不同区域的位置呢 有多少的神经元 多还是少呢 相比之下 它的特质 和那个脑区的功能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譬如我们都会透过 一些脑科专家 研究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 究竟哪个脑区做些什么 而走出一个结论 告诉家长 究竟你小朋友 有这样的现象 背后原因是什么 从而呢 我们知道呢 那个处理的方向 应该是怎么做 甚至乎呢 在这个学习环境里面 我们要调节些什么 举例一下 因为小朋友呢 是一个触觉学习型的人呢 其实他很喜欢触觉的 触觉的意思呢 就是他要落手落脚 亲身的体验 是一些身体感受来的 所以这类小朋友呢 很喜欢身体的接触的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呢 很喜欢触摸你的 是的 很喜欢摸东西 一定要摸一下那样东西 那本书放在这里 一定要拿起来 结一下 这样 其实他才有那个 学习的感受 嗯 就这样坐定定 看着呢 他可能呢 一些东西都不能进入 那就是说呢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他的需要是什么 那他可能呢 喜欢一些出来 表现自己的 那可能做老师呢 就可以多给他一些 机会 邀请他出来 哎 可不可以帮一下老师 做一个小老师呢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技巧 令到小朋友呢 能够更加 融入那个学习环境 而不会产生一些很大的问题 那么 掌握越多呢 其实呢 小朋友学习的效果就会越好 甚至乎这类触觉学习的人呢 他的身体感受很强 所以那椅子舒不舒服呢 其实很重要的 那么 香港很多的学校呢 坐那些椅子很硬的 嗯 那么那些小朋友呢 坐到那一刻呢 就很辛苦 坐不定 是啊 我们就俗语说有矮咬 是啊 是啊 那有矮咬就 肯定是周身移 是啊 是啊 乖一点的那些就 这样一顶了 但是花了很多的精神呢 去捱 那个不舒服 就其实听不到老师说些什么 嗯 那么那个学习的效果 是因为那张椅子不舒服呢 就已经影响了 哎呦 那么所以配合环境呢 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当你了解了你的小朋友之后呢 家居环境可能就已经很大分别了 那么 去书太温书那张椅子 麻烦你买一些舒服一点的椅子 是啊 是啊 换个椅子已经帮了很大了 是很厉害的 是啊 温度 温度也是身体感受来的 挑战好的温度 甚至乎通风通爽些 不要整身汗 对他来说 已经很大提升专注力的一些方式 是啊 集中精神都很有帮助 是啊 而严重一点的那些呢 可能就是 比如他的学习致援 可能脑区之间不平衡 大脑很简单 我们学习做一样东西而已 第一 第一 摆东西 第二 拿出来 那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摆到多少进去 不等于我们就拿到多少出来 就是说 大脑的输入输出平衡呢 其实可能不理想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出现一些 学习致援的现象 嗯 好像我说了给你听的 十样东西 拿出来只剩七样的 这样 那我们就觉得 咦 他是不是学习致援呢 应该拿到十样出来的 哦 原来呢 某个慢一点的地方 就是一个大脑输出的位置 表达得不好 嗯 那就是说呢 我们硬硬再塞下去 没有帮助的 所以呢 要看一下究竟他学习的问题 究竟是输入 还是输出啊 那这些呢 其实在批评分析里面呢 都可以帮到家长的 或者老师呢 去掌握那个小朋友 究竟他 在学习上面 那个需要是些什么 而去配合怀景啦 配合一些 甚至乎是治疗的方法啦 怎样去提升他的能力 等等的一些方法 都可以找得到 啊 那很多谢啊 李博士呢 今次呢 和大家说一些 那么实际的方法啦 那我们 下一次呢 会和大家分享啦 怎样样 音乐配合疲民分析呢 帮助到小朋友的哦 嗯 好啊 请大家留意啊 2 4 1 5 以1 5 5 6 感谢观看